澳门被台风天歌吹袭造成严重破坏 贾言文荣休总主教安息主怀享年92岁 上座国务卿拜会俄罗斯政教宗主教 欢迎收看《炎语光电视》教会透视节目 我是梁乐燕,Rodney 我是林小芳,Mavis 2017年8月23日 澳门被台风天甲吹袭 至今造成至少8人死亡,150人受伤 供电供水出现问题,居民生活大受影响 这次的台风令澳门造成严重的破坏 大部分的树木倒塌,建筑物受严重损毁 其中超过400年历史的澳门教区 圣母诞辰主教座堂的内外 也遭受台风的破坏 窗户更加被吹字破损 位于路环九澳圣母马路的包丝高青年村 也都不能行免 窗门、活动室内外也都遭受损毁 球场的铁丝网倒塌 青年村设施也都被强风吹字损毁 有教友前往探阻加募圣母堂的途中 拍下澳门的损毁情况 途中可见,不少的树木塔下 电灯柱被吹字截断 车辆更加被硬物扎烂 请大家为澳门祈祷 祈求天主护佑澳门市民 伤者、前线工作人员 也都特别为所有死者及其家人祈祷 天主教澳门教区李斌生主教 也都向澳门的市民发表了风灾的遗文 主内的全体澳门市民 8月23日,星期三 是我们亲身经历了澳门史上最强的台风之一天假 而且现在我们还承受着 由风灾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和损失之中 我仅代表整个天主教的教区 向所有遭受今次台风影响的人 表达最冲心的同情和慰问 我心想着那些 洪水之间失去了宝贵生命 和受伤的人和他们的家人 被水浸了 和受到倒塌的树木影响的家庭 相暴动能 还有些在里面失去了个人的财产 有些因住未来的不安 很忧心的事物 除了这些 我亦都对将来 直将9月初 新学年开学的学校的校舍情况 感到担心 很多在地下室 和地面层的设施 都被水浸了 文件、书籍都受到破坏 我真是能够亲身感受到校长和老师 因为看到这些损害的程度 引起了他的焦虑和担心 我们也想到 这几天因为缺水缺电 所带来的严重的卫生情况和不变 尤其是那些社区的长者 特别是那些独居的老人家 长期的病患者等等 台风过了第二天 满目苍移的街道上面 除了见到一些市政清洁的工人 大清组就开始清理 障碍交通的障碍物资源 各处很开心看到 有些自愿的清洁的人士 甚至有些店铺 向街坊提供食水 向连卖独居者来送饭食 处处显示了同情和博爱的心 是默默做事的澳门人的前良本色 现在我呼吁着所有澳门的市民 特别是基督的信徒 要乱途所有宗教和善心的人士 首先团结一致在祈祷之中 为风灾离难和受伤的人和家人 为很多日夜夜夜不同工作的消防警察 医护人员和协助修理水电 清理街道等等的同工祈祷 并且积极去参加政府各部门 又或者自愿和慈善组织 进行一些建设性的合作 尽快恢复我们的城市设施和运作 至于学校方面 我们的教居学校也都和政府现在对话之中 希望能够暂缓新学年的开始 使到学校有更加多的时间 去清理因为台风所造成的损害 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担忤的时候 将责任或者归咎于很多人 抱怨不方便諸如此类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要相互支持的一个时刻 并且保证在恢复过程之中 刻进几滴 然后发挥澳门社会发展的实在的潜力 参与着的市民 协助政府各个部门 有效和具体地检讨危机的处理 危机应变的程序和实行 最后我将所有受苦和仍然受苦的人 托付给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坚定地相信上主在我们身边看顾住我们 我们的天主现在正在分担很多人的悲伤 我们向受到台风和水浸影响的所有的人 以及那些恢复城市而努力奋斗的所有人 表辞我们的关心和支持 我们祈求天主圣神的安慰 在这个困难的时刻继续支持我们 并让我们充满希望感来重建这个梦想 原天主保佑和祝福你们 早前因为小仲峰住院的贾二民总主教 在台湾时间2017年8月22日早上7时40分 在台湾花莲病逝享年92岁 花莲教区黄兆明主教在脸书上的公布 贾燕文总主教安详的回归附加 黄主教恳请大家为贾总主教安息祈祷 贾燕文总主教圣名马窦 1925年1月17日生于河北省袁世县齐范村 12岁进入正定教区的小修院 其后就读于北平西之门外神哲学院文生总书院毕业后 在罗马传信大学取得神学硕士学位 他也是比利时卢问大学教育学硕士 菲律宾亚达松大学教育学荣誉博士 1951年7月15日于罗马传信大学进度 在比利时期间担任留学生及教友的辅导师度 并创立明远基金会提供中国学生奖学金 1961年回到台湾任台南教区副主教 同时任教成功大学及负责天主教学生中心的辅导工作 1970年5月13日 珍福教宗保禄六世 任命台南教区副主教贾尔文为嘉义教区的新主教 同年7月16日进目 由于宾书记足成 1970年聖诞节发表第一封的目函 主题是《交谈》、《共荣》、《共同负责》 1978年11月15日当选台北总教区总主教 兼任金门及马祖宗座熟离区熟离主教 1989年2月11日因健康的理由退休 搬至花莲定居 2017年8月22日上午7时40分于花莲逝世 8月23日至25日 在花莲天主教文物馆会设置 至贾尔文总主教的灵堂 供教友及有人致意 8月26日在花莲主教座堂 举行追思微杀后 台北总教区将会带贾总主教回台北 8月28日至9月15日 每个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上午9时至下午3时 教友可以去到台北主教公署所设灵堂 最益这位青年永远的慈父 9月16日上午10点 在台北市新生南路聖家堂 举行笨状微杀 请大家为贾尔文总主教的灵魂祈祷 8月20日主日 焦宗方济阁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 带领聚集在圣卜多路广场上的信友 宋念三中经 当日教宗再次为近日多宗的恐怖襲击事件的 仁慈与和平的天主 拯救世界 脱离这些惨绝人环的暴力 教宗在念经之前讲话里面 解释了主日福音中的 哈纳罕妇人的坚毅信德 这位妇人再三恨求耶稣治愈她的女儿 因为她的女儿被魔鬼狗呈得好苦 教宗指出耶稣外表的冷漠 没有令这位母亲戚女 她依然不断哀求 这位妇人的内在力量让她克服一切阻碍 这力量必须在她的母性之爱和她坚信耶稣 必会答应她请求的信心中寻找 这令我想到女性的力量 她们凭着她们的坚韧能成就大事 我们认识很多这样的妇人 福音中的克纳喊妇人坚韧不拔 这位外邦妇人的信德令耶稣赞赏 几乎感到惊奇 耶稣最答应她的请求 她的女儿从那一刻就痊愈了 耶稣表扬这位谦卑的妇人 是信德坚定不移的榜样 她再三恳求耶稣援助的坚毅 激励我们永不气馁 即使我们在生活中 饱受艰难的考验折磨 也不失望 上主不会转面不顾我们的所需 如果他有时仿佛对求救生无动于衷 那是为了考验我们的信德 使之茁壮 教宗最后总结地说 这一段福音章节叫我们明白 我们大家都需要增进信德 加强我们对耶稣的信心 当我们丢失了我们旅途的方向的时候 当道路似乎不再平坦的时候 当我们难以信守我们的承诺的时候 耶稣能够帮助我们找到道路 我们要每日培养我们的信德 细心聆听天主圣言 领受圣事 在个人的祈祷中呼求天主 对近人行具体的外德 Rony,2017年8月22日下午 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基在莫斯科拜会了 俄罗斯政教宗主教基利尔 是的Maphis 这会面是帕洛林书基在今次访问 俄国的重点时刻之一 书基首先向基利尔宗主教宣读了 教宗方制国的文后信 我向我的弟兄基利尔、莫斯科及全俄罗斯 宗主教致义 基利尔宗主教 需要用意大利语回敬 谢谢 之前巴里圣尼各佬的圣读 曾于今年的夏天短暂迁至俄罗斯 供信友们占养 基利尔宗主教称之为 我们双方教会历史中的非凡事件 帕洛林书基对此评论说 圣德的大公合一确实存在 圣人令到我们相结合 因为他们最接近天主 最能够帮助我们黑性以往关系中的困难 加快我们迈向有爱拥抱和性体共用的旅途 圣尼各佬的圣姑 牵制俄罗斯是基利尔宗主教和教宗方济阁 去年在古巴哈瓦那相会的成果 东正教徒也将功赢圣姑视为一大盛事 基利尔宗主教向帕洛林书基指出 今年夏天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瞻仰圣姑的信友人数达到230万人 随后 基利尔宗主教和帕洛林书基谈及乌克兰冲突 宗主教说 当人们互相争执时 教会除了调停以外 再也不能扮演其他角色 冲突不会永无止境 它早晚会结束 关于我们双方教会 在乌克兰人民和解方面 必须扮演的角色 我们这次也达成了相互理解 我对此由衷赞赏 双方在这次会谈上 亦都讨论了中东的问题 基利尔宗主教声明 正教会和天主教会 攜手为饱受中东冲突之苦的百姓 提供人导援助 这一项合作能够成为促进合一的重要因素 此外 双方教会的人导救援合作 亦都能够为在中东的共同计划 奠定基础 Mavis 越南有超过十多万人 他参加了第三十一届 拉望圣母朝圣地朝圣活动 是的 若您 圣化总教区8月13日至18日 举办了这项活动 主题是活出花地马讯息的精神 朝圣者中也有许多非天主教徒 越南教会每年都庆祝圣母 两个多世纪潜在广治省 拉望森林显现的世纪 越南信友格外敬礼圣母 勤念玫瑰经 因为天主之母是对贫苦卑微者的母爱 今年适逢圣母在葡萄牙法地马显现100周年 越南教会将法地马圣母和拉望圣母的周年纪念活动相结合 在18世纪末 越南国王明令禁止天主教信仰 针对信友的残暴迫害随之展开 圣母于1798年首次在拉望森林显现给一群躲藏在那里避难的越南天主教徒 给予他们慰藉 之后圣母显现的地方成了重要的朝圣地 并新建起圣母大殿 大力教区新任助理主教阮文昂 8月14日在拉望圣母朝圣地 和一千多名青年相聚 慶祝花地马圣母百周年 阮主教说 今天我们来到拉望圣母前面 但我们不是来到这里发现新事物 满足好奇心的观光客 当我们来到拉望这个神圣的地方朝圣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思索和反省圣母的叮嘱 祂曾经在两百年前在这里教导了我们 如同祂在一百年前在花地马圣的一样 在越南不单是天主教徒 连其他宗教的信徒 包括佛教徒和基督教徒 都熟知拉望圣母朝圣地 前去祈求同征圣母马里亚赐予特殊恩宠 交宗邦纪格在第104届世界移民和难民日文告中提出 接纳和融入的两大重点移民现象 以遍及世界各地 以每周为例 数百万人横跨墨西哥 试图前往美国或加拿大寻求更好的未来 加拿大教会在接纳移民方面付出了不少心力 加拿大蒙特利尔总教区接纳难民部门负责人梅内根女士 在教宗公布下届世界移民和难民日文告隔天8月22日 向梵蒂冈电台讲述教区的现况说 我们从今年1月开始陪伴寻求庇护者 为他们提供住宿和法律援助等 蒙特利尔教区这里有个海地人的团体 尽管他们人数众多 但政府必须核实他们的难民身份是否确实得到承认 此外蒙特利尔教区今年9月将开放一间唐区神父寓所 来接待怀孕妇女和单亲家庭 因为他们最为脆弱 而且这样也能让他们的子女就学 这些人可以在这里工作 但最大的问题是等待居留症的时间会长达1至2年 8月22日上午 广州教区组成了8位的执事 当日广州教区在石室耶稣圣心主教座堂 为程智妃、杜海卓、张经伟、胡永图、周永杰 余树阳、高鹏、赵攀、八位修士 举行晋升执事典礼 魅杀由广州教区金晋邮主教主礼 神掌教友向八位新执事 牵上祈祷和祝福 这一次的晋升执事 将为圣赵希小的南方教会 在牧林、福传事业上增添更多的力量 2017年8月19日 在浙江宁波新浦天主堂 天主教、宁波教区主教、胡贤德主教 祝圣、王安执事 王盛光执事为斯多圣职 宁波教区以及附近教区 新多同学等二十多位神父参礼 新多同学、亲友以及教友 近千人参加圣职大典 共同见证这属于天主的圣节一刻 三位职士都姓王 有教友开玩笑说 正应对了圣经上的一句话 你们是特选的种族 王家的司祭 早在前一天就有教友 在网上兴奋的提早就准备了 参加新多禁多典礼 并邀请通知了亲朋好友前来参加 可见当地教友对这件喜事是多么的看重 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本来圣诏齐缺 甚至这次祝圣 又为当地教会的圣诏注入一丝活力 希望当地神长重视圣诏 教友们勇于奉献自己 响应思夺圣诏 为教会 为自己 为天主奉献一生 8月15日圣母星天节 对黑龙江省东宁市的全体教友来说 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日在东宁市圣母圣心堂 藉着天主的恩宠实现了三大喜事 当天堂区特别感谢天主 感谢圣母的带导 并特别献上祈祷 东宁市圣母圣心堂 在天主的倦爱下 也终于圆满诸圣 教堂的诸圣 凝聚着本堂留德君神父的心血 以及教友们的无私奉献 见证了堂区全体教友 在本堂神父的带领下 蓬勃发展和信仰的热忱 同时也感谢在建堂过程中 帮助我们的外地神父及亲友恩人 祈求慈悲的天主降服他们圣得日增 爱得恩宠满意 更感谢我们的天主降服他的圣殿 稳固在我们的信德之上 另外东宁市圣母圣心堂 在圣母升天之日 有三十七对的教友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举行了分配盛事集体婚礼 年龄最大的夫妇已经八十多岁 他们却在天主爱的见证之下 缔结了分配盛事的盟约 教会透视报道完毕 再会